大家好,歡迎來到紅石口袋,我是魚乾 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Counter技術器 技術器顧名思義就是它是用來算次數的 那現在大家看到這個裝置 我按一下按鈕,第一個燈亮,然後再按一下第二個也亮 然後以此類推 然後這樣子它就是一個技術的裝置 那如果今天按到第二下之後我要reset 我只要再按這個鈕,它就會結束 那這個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要告訴大家一個非常非常好用的東西 它叫做短脈衝產生器 短脈衝的話大家聽起來可能覺得很恐怖 那其實白話一點它就是短訊號產生器 那它怎麼做呢? 就是先排個像這樣子三個鞋的,兩個鞋的 然後在這邊插上火把,這邊鋪上紅石 這邊放上中繼器,中繼器調到第三格 好,那現在大家仔細看旁邊這個火把 它會產生一個非常短的訊號 我要按囉 你看,它會產生一個非常非常短的訊號 那這個訊號它可以用來做非常多的事情 像是我們今天放一個黏性火塞 它會讓這個黏性火塞產生一個小小的bug 像這樣 它雖然是黏性火塞 可是它把它推上去之後不會再吸回來 可是當我再按一下,它又把它吸回來了 所以這個其實也可以用在雙開關上面 那我今天要用它來做計數器 那首先我們要排一排的黏性火塞 你要排幾個都可以啦 那線路要自己計算好 在上面放上沙子 因為沙子我等一下希望它可以是,它可以掉落 OK,然後在中間我要放上中繼器 中繼器的延遲我們調到2 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這邊再鋪上一條 一條線路 主要是要讓那個黏性火塞可以作用 OK 然後再來 我們要讓這邊有訊號可以輸入 那訊號輸入我們就用 紅石火板 OK 像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按這個按鈕 好的 像這樣子它就會變成第一個推起來 第二個推起來 第三個推起來 所以我們要,我們要reset它 我們只要讓這個火把滅掉 所以我們只要在這個方塊 輸入一個訊號它就會結束 那 嗯 嗯 你要讓那個線路可以輸出訊號的話 就直接在這個,這個旁邊放上 同時還是你就看到它已經輸出訊號了 OK,就像這樣子 那 像剛剛我做的 如果你想要就是 按最後一下的話它全部收起來的話 我們就只要再延長一個 再做一個 一樣的 那它的目的 那它的目的不再輸出訊號 那它的目的不再輸出訊號 它目的不是在輸出訊號 而是把訊號傳回 呃,reset的這個 reset這個火把 那 它就是 等一下我 我們把 中繼器 讓訊號可以打入這個火把方塊 然後 鋪一條 紅石 OK,像這樣 那 這樣子它就會把訊號傳回這個reset這裡 那我們就 再試一次 像這樣它就會結束 OK 這是我第一個要教的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像剛剛這個啊 它 第二個亮起來的時候 第一個並不會滅掉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要做 第一個亮 然後再來第二個亮 再來第三個亮 那 前面的會自己滅掉的話 我這邊又有另外一個 也是 蠻簡單的 呃 counter 技術器 嗯 首先 還是一樣需要用到這個 短脈衝產生器 OK 那我們現在做好 那 接下來我要讓訊號輸出 我沒有要用這個火把 我用一個 中繼器取代 因為我 我等一下希望我的線路是亮的 那 跟大家介紹一下螢光石 螢光石的特性是它可以讓 它雖然跟玻璃一樣很難相處 也不是難相處 就是 它雖然 等一下等一下 在幹嘛 它雖然跟玻璃一樣 上面沒辦法放任何的 紅石類的東西 不是紅石類的東西 我在講什麼 總之就是它是可以下船上的東西 而且 它是可以這樣堆疊 堆疊 堆疊 它可以這樣子 好啦 就是它可以從 這格直接把訊號輸 付出到這格 那我們在前面放上 連性活塞 OK 然後 黏性活塞的前面 我們要放 一個半磚 這個半磚的用意是在接 接住 我們等一下 欸 我用到什麼 好 這個半磚的用意是在 我們等一下要接住我們的礦車 然後我們在用我們的 柵欄跟我們的 壓力板 壓力板的用意是 輸出訊號 OK 然後把它疊成一個桌子的樣子 嘿嘿 桌子的樣子 桌子的樣子 好的 嗯 其實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欸 大家 大家可能可能看得無煞閃 我按一下讓大家知道 它就是會這樣收回來 然後收回來 收回來 收回來 那我今天要讓 礦車可以到 到這 所以這一個 然後我需要動力鐵軌 跟 跟一個按鈕 好 就是這樣 嗯 討厭 OK 像這樣 然後按鈕放這裡 然後拿一台礦車 放在這裡 然後前面記得要讓它可以被接住 免得礦車咻的就會飛走 好的 那我今天 啟動這個技術器 然後它就會掉到這一格 掉到這一格之後呢 我按一下 OK 它就會 它就會啟動 它就會啟動第一個壓力板 然後我再按一下 它就會啟動第二個 再按一下 它就會啟動第三個 OK 像這樣子 就完成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有做一個 就也是 是一樣的 只是我又做了 我又做了一條線路 讓它 在掉到最後一格的時候 可以 轉回去 再掉回第一格 那這個 這個就 這個就是讓它可以重複的使用 重複一直轉一直轉 然後這個就可以搭配 呃 之前講過的計時器 像是回合啦 或是計時過關之類的 那 我大家看一下 現在是第二個的燈亮了 再來是第三個燈 然後它現在就繞回去 繞回繞去 然後再壓到第一個燈 OK 那 簡單就是說 繞回 讓礦車 繞回來 而已 好的 那就今天 就 就到這裡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